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聚言同》 今天只剩下我的國,不要緊 我旁邊也有位帥哥 今天的嘉賓是Eddie,你好 Eddie是做甚麼的呢? 總括是IT類 他也說今天的Look也是IT Feel 但實際上是做甚麼呢? 我最喜歡你做甚麼 不如我自己介紹一下 大家好,我是Eddie 其實剛才說了 說真的,其實今天很高興 可以有這個機會 可以來到你們這個節目做一個訪問的嘉賓 要多謝你們 另外也賣了一些廣告 也很感激Metropolitan Workshop 幫忙穿針人線 促成了這個會面 之前有一群嘉賓 就是Coworking Space 我問他 其實裡面有這麼多租客 他們是很有創意 或者是本身是很獨特的特質 他介紹了不同的嘉賓 這位就是其中一位 剛剛我自己開了一間IT公司 其實主力寫軟件 即是Systems 就是幫任何客人 幫他們度身訂做一些Systems去做 但其實我講到我這個新公司之前 可能給大家一點背景 坦白說 我真的在Programming 或者寫軟件上 是洪富士出身的 當時在香港讀完大學 其實正正是沙士之後的年級 那時很堅強 幸好我入了一間 叫做相對有規模 有歷史背景的軟件廟件 最有名的就是寫Accounting 軟件廟件 但當然我沒有入到這一部分 我入到另一組 做一些Wordflow 或者遲些叫做 我們有些Document Management System 等等這些東西 從小做到大 一開始就是Programmer做起 多得一些上司和老闆的提拔 給我機會等等 做到後期就是Pro Director 這個身份 真的可以有一些 有些決策 在那個Product上面的方向性 比得到 那麼多年後 我一做了十二年多 其實就很難得的 一個Fest Grad 香港一個Fest Grad 一做做了一間公司十幾年 我當時有很多朋友 或是同學等等 他很質疑 怎麼可能有一個人 你Fest Grad之後 你做第一份工作 你可以做那麼多年 其實我只可以說 我有些少許stubborn 因為我在一個Programmer出身 剛才說了 其實我對一個Software 有一些叫做固執或堅持 我其實很難在香港 找到一間這樣的公司 可以讓我投放到 這個感情 在這個Product上 所以我一看到 當時其實很喜歡 因為香港其實 有幾類的Softwarehouse 可能它自己 好像我這樣 有一個Product 它自己去主要發展 等等 但多數都是 按一些客戶的需求 做Project 或者等等其他 不是那麼 有一個感情投放到的 就是一個方向 所以我做了那麼多年 但是今年 叫做一些機緣巧合 公司有些少許架構的變動 方向性的變動 那我就 埋藏了心底裏 有一些創業的基因 今年就想爆發出來 是的 所以我就叫做 開了我家新公司 所以爆發一家新公司出來 沒錯 前路我知道很困難 很難走的 當然 香港裏面 做一個創業者 會遇到不同類型的困難 那待會慢慢再說 先說一些剛才你說的背景 你的朋友很奇怪 為何你會做一份工作這麼久 我想某程度上 每個人的選擇不同 有時你做得很久 反而你可以專注一件事 甚至乎你可以熟習了很多 很多東西 令到功夫很足夠 你才敢走出來 當然 如果你是jumpy 可能相對地 你有一些東西 一粒粒粒 不可能會這麼專注 加上program 是比較step by step 即是我的概念上 否則這些東西會錯 會錯的 很大件事 要很清晰 我想每一個模式都很ok 難得你又沒有受到 你的朋友的影響 很清晰自己要做甚麼 這也是挺好的事情 很辣辣剛才說了 你的模式會是甚麼 聽下去 就好像這些而已 program好像有很多 分別會是甚麼 還有剛才你說過 你做account等等事情的program 還有現在都比較專注 說會有不同類的東西 是跟客人 可不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究竟其實真的 IT再細分program 會是甚麼 你以為一般人來說 是一件事 對於我們來說 明白 那我公司可不可以賣廣告 你放心 即使你不開口 在我們的page下方 我都會寫完你的文章 多謝 那我公司就叫EC IT System 其實如果你有第一印象 我叫EddieG EC IT System 顧名思義 就是我在自己的想法下 叫一個IT System的公司 但其實你再想下去 E stands for 甚麼 就是Easy C is Convenience 我有個想法就是 其實現在的客人 可能在我們手機年代 其實已經拉近了很多 一個APP 很好用 很方便 甚麼都做到 但其實你說 如果你追溯以前 即是公司用的軟件 嘩 我相信你都可能 就算不是接觸得多 但你都明白 畫面很老套 對 我以前也有大公司做過 那些很大的System 裡面的內容 裡面那些東西 是完全很噁心的 很噁心 不方便 然後你想做那件事 又要咬完腰才做到 即永遠 要入入入入入入入 很多步驟 不方便 做不到你想做的事 然後你就會 很多時候 尤其是小公司 我之後 跟很多小公司的朋友去聊天 怎樣也好 其實他們 可能有一套System 是 但是周邊的東西 因為無法改 是 他就會用甚麼 用Excel Excel是一個很偉大的發明 我同意的 我都是Microsoft的支持者 是 但是 他就變成 所有東西 只可以靠Excel 去自己做一個Add-on 是 他可能期望 本來同事 回來做文書處理 或者是很簡單的Admin 要懂得不知Excel 有甚麼PVoletable 甚麼Macro等等 這些東西 其實你已經是 令他變成一個 半programmer的身份 是 我覺得其實這件事 不是那麼好的 是 當然 去省cost 是一個原因 是很重要的原因 很重要 但是其實你 只能搞到這件事 其實你可能初期還可以 到後期 那間公司又分了那麼多規模 其實就不成功了 很多事情 可能他做一件事 有些困難 例子 就是 不同的隊伍 每一隊自己各自有 十幾二十個Excel 各自做不同的功能 原因就是 他本來一套 這樣的系統 沒有人幫他保持 嗯 慢慢 他就變成了 這樣的怪獸 出來 我可以有些少 分享 我都是微企 我自己都有 腰團 很多時候 Excel 最早期是比較方便 但是 去到某個情況 你說真的有很多Excel 然後你剛才說的那些名字 我已經不認識了 因為Excel 也可以再複雜 甚至乎 你還可以寫一些 方式 但都不是每個人認識的 整件事就變成 很簡單的 只不過一個章本 就像一些寶 筆記一樣 變成一個Excel版 除此之外 當你公司複雜了 每間公司都有獨特的一個系統 可能有些特別的東西 又做不到 或者做到一些 又不做到一些 有幾樣東西放在一起 是混合在一起 是 其實很多同事 後近同事 就會浪費很多時間 重複做某些事情 但最後做不到一個整合 還有交商 現在都說大資訊 我完全是 要人手再計算下去 其實浪費的人的時間 會比較多 但是 很重要的是 很想找一些program 處理 但問問那些 都在五位數字上 還要有很多 就是man day 和你照計 接著又可能 一個position 即這個動作 又要再 那樣搞大眼餐 還有最重要的是 我之前也試過 去找類似的東西 找完之後 我的同事說 其實複雜過我自己的Excel 這樣可不可以用嗎 這是遇到的情況 沒錯 有很多這樣的客人 求救於你 就好像遇到我們的情況 沒錯 可以怎樣 去幫助 說真的 人手這麼貴 或者是一定會有些原因 其實發生什麼事 說真的 好像我之前的公司 其實規模 下降 我們的客人規模 也都很大 我只可以說 其實在Enterprise級 大家的要求 會除了在軟件工具 的quality 或者是它的 user-friendlyness 之外 還多了很多配套 譬如 Documentation 很多Testing 然後很多人力物力 可能要管理項目 對口的IT 又要管理項目 他們的用戶 怎樣 遇到一些用戶 等等 我只可以說 這個過程是 繁複 很長 很累積等等 其實我只可以說 IT的項目 相對來說 在工程界裏面 或者其他 其實是一個 很容易失敗的項目 我不知道你知不知 有很多bugs 原因就是 客人對這個program expectation 有時也都很不一樣 跟普通的工程 可能他會覺得 軟件而已 你改就可以了 沒有東西做不到的 基本上是 我都有這個誤解 你改就可以了 沒有東西做不到 哪裏被人罵 我想到 你應該想到 就做到 對不對 很多客人 是這樣想的 我同意 亦都令到我們 可能軟件價 繼續向前走的 一個推動力 因為我們可能一般 坊間見到 很多新的科技 等等的事情 就是你想到 或者沒有想到 它透過科技 或者透過某些program 是解決到這個問題 那可能 普遍的人 一般來說 不了解 當然有這樣的想法 是呀 正常 所以我同意 但是問題就出現 他們一間這樣的軟件 好像有很多不同的單位 有很多不同的同事 他們的架構 去到差不多的時候 可能他的收費 一定不會便宜的 因為他要支付的事情 就是要這麼多 亦都要期望 他可能這個project 維持一個很長的時間 亦都有一個cost 有一個risk 他可能要照顧 但是 譬如 剛才說 可能很喜歡 微型的公司 或者中小企 其實他們 沒有辦法找到 他們這些softwarehouse 是的 就繼續在人手 繼續在Excel 我只可以說 我的出現 或者我的想法 是因為 我想bridge up這個gap 因為他們亦都找不到 人去幫他們 量身訂做一些東西 我覺得成語很漂亮 削足就離 以前來說 一些人 現成的軟件 有 你用得對 就對 用得不對 你其實可能 是咬著腰 迫自己去遷就 但其實不是對你自己的公司 最利益的 所以我希望 用一個合理的價錢 叫做 可能幫到手 其實我現在 target的客戶 如果簡單 熱 requirement 幾千 甚至大一點 幾萬 我覺得這個是 相對我了解到 現在的市場 可能是接受到的 一個價錢 因為對於 當然 雷企來說 粒粒都佳辛苦 很明白 但相對 剛才你說過 你也很有 passion 向這件事 想可以幫到手 但當然 在你的工作當中 每個人都說 找你了 剛才你說的很重要 是甚麼 就是customate 你知道通常 customate很貴 一定 但你的customate 如何令你賺到錢 又可以滿足到 我們微企當中 裡面的一個 可以支付的一個價位 當中 如何處理你的成本 當中 一定是要 再研究 如何做得到好的地方 是呀 實在 當然 其實做software 有一件事 其實你的customate 的usability 如何reuse 是很重要的 我只可以說 你可能會慢慢 因為一些客戶的project 你建立了一些framework 或是foundation 其實這些foundation 來來去去 所以差距不會太大 當中當然可以customize 但可能差距不會太大 譬如你說online shop 有很多時候 你有些users的registration account的management 或者可能有些profile的management 等等 或者可能他們 一定是一些product的presentation 等等這些 或者是online payment 其實這些blog 你說是customize 但其實 都是那些東西 它有reuseable的可能性 當你做多了的時候 當然中間你要有那個能力 因為其實有很多 軟件公司 他們做不好的話 quart調查了 因為你 其實你不是copy 那些code出來 就算了 當你 為何那麼多blog呢 因為你要做好testing 但你當那些code copy出來 其實你就會發現 它那個compensity 是高了很多 你要 maintain 它要花很多 effort 其實以前 可能寫software 為什麼R&D的成本 也不低的原因呢 你怎樣令到它quart調好 其實是一個很大的學問 但這是我在行 因為我以前是主力做R&D的 我其實這麼久來說 就由R&D 就是叫做出身 慢慢可能了解到其他做project的技巧 其他做公司 可能operation的一些了解 甚至乎之前 我以前的Marketing Pre-Sales 我都有機會參與一下 就是幫忙 可能比較technical的問題 解答得到 所以其實當時可能 已經累積到一些經驗 我知道大概公司 要的東西是甚麼 所以有這件事 可能就會幫到手 去令到我可以保持一個 可以叫做利潤得到的空間 競爭力很大 還有你剛才說過的情況 我不知道 可能觀眾有沒有試過 我自己也真的試過 打算幫義工團 可能做一個program 處理那些members等等 這些事情 那些義工就介紹了一個公司 打算把那些members的database 放進去 然後就最方便 最理想 就知道那些members是怎樣 做完一些申請之後 就有database 但這幾個東西 我做了一年都是不成功的 原因就是可能 給data在那些testing的部分 出來很多bugs 很多東西是為何那個excel 給那些modator 然後出來的東西是不match的 然後怎樣放棄的 那我就 唉 我才能夠這樣說 因為說真的 微企也算 以義務工作更加沒有錢 所以就 變成沒辦法了 變成很多時候 很多發展都會lock 因為當你人多了 或者data多了 但你每一次都要這樣搜寫 或者我拿不到很多 即是真是big data 我根本做不到 那些members分析 其實很多時候就lock了 去這個位置 上不到去之餘 亦都是令對有很多的人 他們是不想花太多時間去處理 這些admin的工作 尤其是現在是快的 這個世界 我還要這麼多步驟去處理 一堆東西 就很隱瞞 那這個就是 會不會 早上就這樣說 即是你們可以幫到手 或者現在新一代的code 是嗎 以你的文字的code 其實是沒有這麼多這樣的情況 而可以快些 令到很多這樣的program 和systems 可以設定 坦白說 這件事我只可以說 對香港的軟件界 我都有一些感受 為甚麼呢 其實說到尾 一個system 能不能夠deliver 中間你project manage 多厲害也好 怎樣哄到user 拿到requirement 甚麼都好 你最終一定要quality好 是 performance要OK 那客人才能用得很開心 是嗎 就算你說microsoft 或其他大公司 例如Apple 你見到program有bug 你都不行 最慘的是甚麼呢 我是普通的user 任何的bug 我們是看到 我們是不知道怎麼辦 一定 因為我們是不知道 哪裏有問題 最慘的是 你問program 可能他都不知道 這麽大的事 這麽大的事 因為我坦白說 你說流水 我都還可以找人照 找些甚麼事 我總會找到源頭 但如果你普通電腦 我就看到暫不知甚麼字 那些外星文 最慘的是 那些外星文 又未必關這個program 甚至哪一部分關係 是頗無助的 這些位置 剛才你說 對香港的program界 有不同的看法 會不會就是 你打算是一個新星 新星星 你會為這個market 帶來甚麼好處 是否可以改變這件事 我不敢說 坦白說 其實當時我讀 computer science 某程度上 都是在憧憬IT界 在香港發展 是 很老實 我亦是有愚昧的一刻 是 但只不過我選擇了走這條路 那時是high tech 好帥 其實那時是甚麼呢 當時是.com熱潮 90年代尾 開始分圖 當時的.com很棒 很棒 當時的ID很發 是吧 一部份都發的 是吧 不發的 坦白說 首先我入職的時候 是沙士之後 是 其實你都不期望 是發業蕭條 是 是 即是你大學生 叫做 那時不是八大 是三大 其實是在科大 都算是不錯 我相信 那時其實一出來 原來找到工作 可以做到自己喜歡的 是不錯的了 但是其實你會見到 可能之後繼續做 的 到了大概 應該十年前 那我有機會 開始叫做 一個管理的 那我要請人 從我們這些請人的過程 了解到我們新入職的同事 一些想法 我問他 現在其實IT 你們是怎樣的 是否好像我們以前那樣 欠奔頭的入 因為那時很誇張的 我記得因為大家 哇 憧憬 三條A A-level 那時 都仍然是搶著去入 這些中大 港大科大這些 computer science 的科 不是除了醫生 律師 之外 都很高要求 但是到那時 我一問 不是呀 現在IT 我們當水泡科 你知道水泡科 那麼嚴重轉得 水泡科 來的 因為說真的 你有一個斷層 你突然間 泡沫爆破了 是 接著沒有人會去 積極去投入這一科 雖然IT轉得很快 但是有很多事情 日生月異 你是要自己去學 自己去了解 自己去發掘 但是你讀書 其實它培養的 不止是你這些技術 是令到你明白 怎樣去 譬如 solve problem 分析等等這些 但是到了這樣的情況之後 哇 那就糟了 新入職的人 我見到他們 就算有 passion 也好 可能有時候 要幫助很多 要給很多 advice 怎樣寫好這個 program 因為他不是不想做好 他有熱誠的 他喜歡做的 但無奈地 他沒有辦法 令到他真的可以 配合得到公司的發展 相對地 可能那個 要幫助的程度是高的 但是你說近幾年 再加上可能 App的發展 其實 Hit一些 我感覺上是Hit一些 很多時候 寫個App 很多新入職的 年輕一輩 寫App 不錯 每個人都衷勁一個App 所以賣到給別人 對 遊戲也好 譬如簡單一些 WhatsApp 或者Instagram 很多時候 有個App 被人收購 發了 這個夢想 從你來是一個夢想 IT永遠都是這樣的 很多人都是這樣想的 對 但是我就相對 踏實一點 我希望真的 用System 用App 去幫助 我們 可能真的 不要說只是我們業界 其他公司都可以幫得到 所以你說近年 怎樣大力去支持 可能我們的同學 可以努力一點去讀好 就算你現在見到 不要說水泡貨那麼慘 好一點 有些人 其實我不排除 有些人仍然很有熱誠 很喜歡吃個Program 有的 但是 我擔心未必好像以前那樣 有那個基礎 如果那個基礎欠了 可能會令他們難些 去達到比較高的程度 所以我想 我可否這樣說 香港本身發展這部分的事情 加上之前那個情況 人數已經減少了 再加上Passion 又未必會這麼大 所以就停滯不前 會比較多 我只是這樣說 我不敢一概而論 坦白說 那當然 你知道這行是專家 當然 我另一個問題 當然很想問 我也認識一些朋友 他們的Programmer 在內地 即是變成 價錢便宜一點 人又多些 或者可能 不說Passion 拼搏 或者一個 可能頂兩三個 你怎樣都做出來 會多些 又會不會其中一部分 就是說 在內地的Programmer 影響了香港本地的主流工作者 其實之前 我也有機會 跟內地的同事合作 我也有幾個同事 在深圳有一個 叫做Development Center 幫忙去做Development 其實當然一開始 那個成本 一定是比香港 欠一大折 完全 有沒有欠一半以上 早年應該都不止 早年 其實是更年 深圳的發展 或者他們的成本 也追得很多很多 其實這也是一個trend 但是 我只可以說 其實內地 他們對軟件的重視程度 反而比香港還要多 他們的培養 即是他們同學 應該說 同學對軟件的熱誠 其實我覺得感覺上 可能比香港還好 香港說真的 最厲害的是什麼 喜歡金融界的 是不是 做金融財進的 每個畢業的 可能現在比較流行的 可能都是Global Business 這些 之後就 月入很多萬 十萬八萬那種 我仍然聽到現在 新的那些 DSE的畢業學生 這樣想 即是沒有辦法 香港是金融業為主 這個很正常 所以只可以說 會有一個這樣的分別 但是 國情不同 如果你考慮 說 叫做 依賴他們 也都有一些問題 你要解決 你說他們會不會 影響到香港 我又不會這樣說 因為其實香港的市場很多 其實你聽很多軟件的同業 都知道請不到人 是不是 因為可能 一來成本高 即現在其實 雖然他們一畢業 其實不算說非常高 薪金大都不低 那你才能吸引到入行 所以其實我不覺得會影響他們 因為欠不了 需求仍然很高 說真的 我不覺得 因為基本上要了解 很多時候 始終香港同路太近 做生意的 成本高當然是移上去 譬如以前 Customer Service 我的Center 已經移上去 我都聽到一些programmer 都移上去 即是內地的部分 所以這也是 我一個疑問 另外一個疑問是甚麼呢 之前看了一些新聞 那些公司裁員 第一件事 裁IT 你說真的 我覺得很心甘 這個發生甚麼事 究竟 在香港的公司 它沒有留心 對IT的重要性 還是 本身 因為實在太貴了 沒有辦法 一定要裁你們 或者會有甚麼原因 性質不同 即剛才我提過 香港的軟件公司 其實我們這些叫Fender 他們做一套 或者幫客人去做一些system 等等這些 但其實另外一部分 就是很多公司內部 尤其是可能大企業 會有IT部門 特別是可能 看他們的文化 有些會比較重視IT的 可能他們的地位 就沒有那麼容易動搖 但相對有一些 即是H字頭 C字頭 那些 經常 我都聽到 有些朋友在那個組 是不太穩陣的感覺 因為可能他們 一來 即是叫做 容易outsource到其他地方 嗯 即是否算是outsource給你們 類似的 一來 或者甚至乎不是香港 去到外國 譬如以前很流行 印度之類 亦都很多這樣的例子 嗯 所以其實他們可能覺得 IT人他們完成了一些project 他們覺得那個需求去 去鳴聽著他們 這幫同事在公司的價值 不是太高的時候 那他們就會覺得他們是cost 首先就會先採取 那可不可以這麼說呢 亦都是 即我不知道你這樣出來 你出來的時候 是不是也是類似這樣的原因 所以才跳出來離開公司 嗯 又不至於的 但是只可以說公司 有公司困難的地方 OK 我明白 但是怎樣平衡那個利潤 以及做我們IT的人的保障 等等這些 其實我覺得如果 即可能開一間新公司 其實你要做一個有道德的 良心的僱主 是難的 不過我希望遲些有機會 真的做得到 平衡到這個利益 為什麼這樣問呢 其實這個可能 正正是一個相機 就是大公司 既然覺得是你的cost 那不如索性 就是外判出來 那變成了 當然就不是僱主 僱員的關係 可能真的是兩個公司的關係 沒錯 就變成可能那幫同事 如果真的被人採出來 就自己開 可能他們都會光顧你 只不過是大公司 不需要搞MPF 不需要搞其他東西 那你倒轉是多些空間 接其他公司的生意 即如果做得好 有機會你的薪金 是多過你之前的公司 都會這麼奇怪 看你不激烈 即有些人可能做in-house 那個心態 可能和你做vendor 有些不一樣 即我有很多朋友 都是做in-house in-house理論上 如果真的 可能叫做找對僱主 找對僱主 其實很穩陣的 很穩定 即理論上 你了解到你內部的 不同的系統 熟的 或者你的操作 是你了解得到的 其實你可能 你在裏面 真的可以很安穩地 繼續過到 你下半洗都不出奇 說真的 所以其實就是兩體 我只可以說 如果你覺得待遇不錯 尤其是可能他們 一些benefit 那些其實真的很好 亦都比給街市 我覺得 嗯嗯 我想這樣說 正如一直在不同節目 有時候提過 如果你的性格 是不適合創業 的話 不要硬來 那是兩件事 如果真的喜歡打工 喜歡很平穩 每個月 準時收到人工的話 你了解自己就可以了 不過當然 IT這個工作 我不肯定 可能慢慢會變成 那班人會沒有以前那麼多 即有些很重要的 可能外判出去 但怎樣都需要找In-house-maintain 希望這個工位不會沒有了 我當然希望沒有了 也會有 當然了 這個打工部分是另計 當然是創業的朋友 當你出來了 由這麼多年 十幾年 這麼安穩的部分 跳出來自己教 有沒有遇到一些什麼困難 在你這個行頭當中 一定有的 剛才也說了 之前我理論上最主力就是做R&D 但現在不同 即我有老闆的一些mindset 可能要有少少做sales的技巧 甚至乎marketting 怎樣做好的promotion 怎樣可以找到一些這樣的partner 也好channel也好 好的地方去做 即我只可以說 暫時來說 我可能那個規模小 即使可能有同事或者partner 其實也可能是叫做未是太多的情況 所以有很多事情都要自己親力親愛 你如果要自己親力親為的話 你的時間分配很困難 你怎樣可以有 譬如你找到生意之後 你可以很快地去做好 而有quality的deliver 給客戶 即這些是我一直都要去處理好的問題 即永遠都是這樣的 即新的老闆永遠都要平衡各方面 因為每個人都怎樣懂得打 都只是24小時 沒錯 難道你不用睡嗎 而且很多時候你的專業 是你的最專長 然後你專注下去 你可能其他部分裏面 你又不能夠計劃得很好 沒錯 那這個沒辦法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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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當然 變了就是要 ask for help 即是你最擅長的就是寫 system program 即是一幫其他公司做這些事情 那倒過來 你自己幫自己去做一個這樣的類型 system 幫到你自己可以抽身出來 其實在你 你覺得program 是否可以這樣幫到一些微企 或創業者去吞出來 我首先覺得 我首先覺得你 如果自己都用那套軟件 你覺得不好用的話 嗯 你就不可能 expect 別人都覺得好用的 是 我只可以說 每間公司的需求 可能不太一樣 但是 不多不少那些部分 都是類似的 就是那些 一定是 core 即是 far 都是出單 也要賣 更加那些計算 那基本上不得了的 也會賣很遠 唯一 scary 只是根本的工種不同 沒道理 即是你門市 網방表 has an online 或者我們發售 service 可能那些 kh crash 這個部分就是個 base 因為外面也能看到很多 chain 或者外國也有很多網上的平台 可能給月費 給到某一類的服務 沒錯 但當然 你一根根根拼圖 拼不起來 其實有時也挺煩的 會不會是你可以幫到一些微企 就是沒辦法 可能之前有很多根根根的東西 是可以整合到 令到他們可以抽身出來 說得理想一點 即是在IT的年代 你現在說是AI 最好是沒有人處理 接著我其他時間做其他事 這真是成本效益最好 但這間的發展是否可以去到這麼厲害 暫時你看到在香港 或者你可以寫這個軟件 不排除之後真的有這些技術出現 但在我現在看到的情況下 比較貼地一點 首先我覺得他們還未需要 不要說做不做到 做的話 譬如你上太空用火箭 其實也有一些Rocket Science的說法 但是貼地一點 其實每間公司是否要去到這麼盡呢 可能它需要一些資料去分析 去了解到哪些貨物 可能會容易賣一些 或者不應該保持這麼多賣 等等這些 Infinity等等 這些我覺得是日常 大家面對的問題來的 我只可以說 當有一天他們覺得 原來你剛才說的AI的 這樣的解決策是需要的 那就要了 有些其實都是 譬如現在其實是O2O的年代 O2O就是 Online to Offline 有很多時候 近年其實最流行的 很多時候它的平台 就是幫一些Offline的公司 去找生意 甚至乎那些公司 靠這些平台之餘 可能用一些叫做 chatbot的東西 chatbot是甚麼呢 就好像你用WhatsApp 用Messenger 其實以前你要寫一個介面 嗯 你才可以令到那個User 去input到這些資料 令到你做到生意 但現在不是的 可能用相對簡單一點的一些 可能技巧或者是設定 甚至要符合一些program 你用這樣的形式 其實他們都會落到order 知道想做甚麼等等 其實我有很多朋友 都已經開始研究 用這些其實算是AI的東西 因為你要了解到它 它寫的那隻字 有甚麼key words也好 背後有甚麼含意也好 等等之類 Siri其實都是類似的 說實話 它是語音 但你如果用chatbot 這些是文字輸入的 嗯 其實已經是新興了 很多input的途徑 我只可以說 如果它們需要用的東西 不奇怪 就是可以納入到 它們公司system的部分 那我想問 會不會 就是剛才你提過 香港會不會是 其實是屬於盲 對內地 譬如對IT的需求 等等事情 那群年輕人的passion 都可能多些 或者人數都比較多些 甚至乎有時 說真的 我們譬如想淘寶 或者想很多不同類型的地方 去做一些基本的買賣 其實已經有很多AI的system suppose 你可以不用找到拒絕 除非這些問題 再嚴重些 那你就需要找 真是一個人來處理 但前期應該有很多電腦 已經處理不上 你會不會可以說 是本地的企業 它們是未看到 或者未懂得走到這步 但其實世界外面已經在走 我們比較慢一點 簡單來說 香港是沒有科技的企業 是嗎 香港沒有的 最大的公司是甚麼 就是可能 有很多名字的 長和那些 就是很傳統的地產 甚至乎是銀行 這些企業 但你說香港哪有軟件公司 或者是科技公司 但不是的 你見其實淘寶 雖然它是叫做電子商貿 B2C、C2C的公司 但其實它走到前 它是用類似IT的方向去營運 甚至乎騰訊那些都是 根本是企業 是科技企業 外國更多 是 既然香港沒有這些企業 其實沒有辦法去做到一些 適合或者是 可以留到一些人才 是本地做到一些 自己想做的一些 Solution 出來 也都要向外求 一定是 這樣說 一來人手上 也沒有辦法向外求 以來就是本地好企業 我不肯定 我不肯定是否因為 華人的想法 就是比較純規道具 或者還是做開就繼續 甚至乎比較多 可能是不想轉變 因為我也遇到 某些大公司 其實很驚訝 他們那套的系統 只是單純沒有用八甲 基本上是 可能還是寫 或者可能一些很基本 很基本的 一些 procedure 是很 stupid 而且是很重覆的 但其實有些新的東西 叫做 可以很簡單 replace 但同時不新 是的 要學新的東西 是很痛苦的事情 是的 所以我就是疑問 是不是很多時候 會有這個情況 又或者你和你的 client 談的時間裏面 他會不會有一幫 其實你要處理的 不是那個 system 是System 用那幫 system的人 一定是 一定是 因為始終 System 用的人是很重要的 就是他那個叫做 容不容易接受到 或者他 substubborn 就是我那時候這樣說 可能有些人 他真的不喜歡 以前有很多 solution 譬如 就算你說現在 就是有些習慣 或者什麼 可能 law 的需求等等 就是影響了他的發展 但是很多人以前很喜歡什麼 就是print些東西出來 然後才在上面做事 但是 這個真的是習慣 但是有很多 可能DM 的 solution 有上面 可能你可以 annotate 就是畫了些東西 給你做註解 mark 等等 他們不喜歡就不喜歡 這個是的 我同意的 但是不多不少 但是如果你變成 這樣的電腦的方法 它有很多好處 是 起碼你保留 和不會失去資訊 是的 就是不要說環保 就是最基本的部份 因為我覺得 S4 老闆等等的事情 我當然希望所有人保持 我才能找到一些資訊 但是坦白說 很簡單 Question E 現在還是指的 甚至 這個真的不能開明 還有機構合作完之後 我現在是用E的Question E 就是你填WhatsApp 或者電腦 很快 他們說我很快有資料 我不需要 再掃測 還有做這個Statistic 這是很痛苦 煙滿的時間 但是我都遇到一個機構 除了他們不適用之外 他們都說 嗯 其實我們都是慣常用紙的 不如都是Print 出來 那一刻我要回到最基本的 Print 完之後 還要自己人手 再計算一下 是的 但是沒辦法的 他們整個的制度上面 找到那幫人 是不懂的 那我也沒辦法的 那我也要處理 那我想是對一個認知 或者是這個科技推動 是未去到 是令到 大家都會去認真去處理 那這個我想 我不肯定 你的客戶在商界上 有這樣的情況 但是我只是說笑 一個對比就是什麼 如果大家有留意 這個社福界的情況 其實這些社區 都有 是有一些朋友 會下區教一些長者用iPad 其實是可以的 是的 長者是 你想想 科技反而會 老人家會這樣推下去 以及會去社區教 但是公司裡面 反而有些位置 是 我也不太了解 究竟什麼原因 有時候不能夠再推得科技化 還是很簡單的事情 剛才我講的專頁 我只是說義用性 可能是真的 Steve Jobs 他有iPhone、iPad這些出現 其實是顛覆了 是 某程度上 但原來長者 他為什麼用iPad 可能他覺得更容易 因為他的手勢很直觀 以前你拿個鈴鐺去按 可能相對 已經是難理解少少的東西 但是現在他按個按鈕 就是按… 它容易了 所以我其實覺得科技向前 人的接受程度 亦都比以前提升了 走前了 但是只不過有些時候 因為那個器材或者操作的問題 有些東西不太適合用這些形式去做 因為… 尤其是公司 你如果給你一個XL 你會覺得你喜歡用麥克風 在那個工作室做 還是你拿一個iPad 在上面做 同樣現在有XL 可能你都覺得 其實不方便 反而我用回最傳統的方式是方便 我只是說我們應該是 把那件事放在合適的地方去用 如果你覺得那件事是容易用的 就走的 吃吧 就要繼續吃吧 只不過是操作上 我覺得有些地方 可以優化到它也好 真的其實… 可能是其實那個系統 配合公司的一些 business 需要 譬如我現在多了解 或者留意 我可能去到一些餐廳 我看到一間牛扒小姐那些 這樣的餐廳 可能我看到它一個很傳統的做法 就是拿回那些水畜木板 然後 clean 了 floor plan 你平時餐廳裏面的座位 是 我相信它有 POS system 就是 lockdown 它有的 只不過它做了一件事就是 它在不同的桌上有不同的 status 譬如可能是上了 main cost 未來 上了 dessert 未來 可能收了錢 未來等等 它就用那些大頭針 不同顏色的 就放回去 其實我覺得是 OK 的 它這個其實很值觀 它夠用 我覺得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可能其實它解決了 它現在自身的問題之後 有一些東西它錯過了 可能有些 data 我覺得有用的 譬如有些分析 譬如它們上菜速度 客人停留多久 這些東西如果你是找到公司 可能有一個 extend 的 module 做到類似的東西 可能有一些額外的 benefit 它會有 我純粹是有空 在排隊的時候了解一下 看到這樣的 然後另一件事最多是甚麼 booking 即一些餐廳要麼就拿本簿 字筆 waiting list 等等 留回名字 留回電話就行了 很夠的了 但是最多就是用 Excel 去存 但是 OK 的 其實很用的 它的作用就是這樣的 但其實可能 當你發現原來這些 data 有用的時候 譬如你分析過往一年 這些這樣的 data 有多少人訂位 有多少 waiting list 會不會由這些數據 你又分析到 你應該怎樣去 可能在你的營運上做一個調整呢 等等 其實你剛才說了這兩件事 說了那麼久 我們想到有一樣 第一件事 一定的 在員工 前線員工 他當然不想轉 以及不想搞不出事 因為用得很快 但通常最想知道的是老闆 是的 因為對員工來說是煩的 但是老闆是需要分析的 當然老闆分兩席 一是不需要分析的 那就繼續吧 你當你一些老闆 他覺得要迎合這個科技的世界 以及想著真的再細節一點 怎樣去進步你的生意 那些 data是極度重要的 雖然好像很微細 但是沒辦法 因為我想阿里巴巴最成功的 就是他很清楚 他的會員或者消費者的 pattern 他就這件事 就算是亞馬遜也一樣 他會就著你的 pattern 他會彈回相關的貨品 其實這個就是小小的數據的問題 沒錯 就是不要想著是大公司用得著 其實可能小公司 有時候現在很多瓶頸位 不知道怎樣走上去 就是可能小小的部分可以處理到 但當然這些 data 是很煩的事 也不是這麼小的公司 沒辦法要這麼大的一個 program 去幫助我拿到這麼重要的資訊 而最好當然最理想的 就是不要搞到我的員工 他們肯用 然後拿到這些數據 分析完之後 可以做另外的 step marketing 也好 expense也好 這個我想正正是你們可以處理到的事情 就是剛剛食證的這個痛點 而幫助到 不一定要去到阿里巴巴這麼大的公司 都可以運用到 big data 因為這個趨勢其實說了很久 但很多中小企或者微企 最大的問題就是 不是不知道 不是不想做 怎麼做 沒錯 這個才是最大的問題 當然見到很多一些大型公司 可能不知道按些什麼 它已經有所有的東西 甚至乎很簡單 可能上網的 上網站 查看多久 在哪一版本 其實是有 data的 suppose 但那些就太複雜了 你說要很仔細處理 所有的老闆 其實這些事情都不要煩 有個人的報告給我聽 就好了 那不是正正在你們現在 一個新出來了 自己可以做一個這麼自如設計 幫到不同的公司做到的事情 這個會不會是你們接下來的方向 可以幫到手 其實回應剛才你說的 老闆不是分兩種 老闆只有一種 是 賺錢的 要賺錢的老闆 這個一定的了 沒有人做生意不賺錢的 只不過是不是取之有道 就是叫做責任的意思 我只可以說 其實他們如果明白到那個系統 幫到他賺到錢 是有作用 有利益的 他們不介意投資 這些是投資 因為有些是短線的 沒錯 坦白說有些是短線的 很快就已經過了和青就算了 你就不期望他們會做一些軟件 沒錯 長遠的希望有進步的 正正又想賺錢又想進步 在這個計劃上 或者在香港裏面 真的可以有些甚麼 可以幫到他們的手 我覺得只可以說 其實現在為何他們不肯投資 因為那個價錢問題 而且以來他們沒有辦法 找到人幫到他們 覺得做得很美 很多人都有的 經常有電郵發聲過 但信不信得過 是的 所以其實真的撞手神 是 所以怎樣建立一個branding 是很重要的 我只可以說 這些真是萬事起頭難 我只可以說 我不敢說怎樣去 完全幫到這個問題 但是你首先要做到一件事 就是你令他明白 你做到的事 真是幫到他 我覺得用過就知道 我不排除有些 之後有些promotion 讓你試用也好 怎樣也好 反而你讓我做一個consultation 我了解完你的business 知道 原來可能簡簡單單的 已經可以幫到你的 我不排除 可能真的做這樣的campaign 真的可以的 是吧 我覺得大家要有個嘗試 如果他對這件事 已經卻佈了 不需要system的 我anti的 anti IT 就算了 應該現在就少很多 就算我之前的老闆 是不用電腦 現在都被迫著 一定要用電腦 我以為將來這個社會裏面 你不懂電腦 你就不能播出 是的 即使智能鎖你門都開不了 對 這個當然 其實明白了這件事 對於生意上的重要性的編對 尤其是 例如我之前有些嘉賓 他們的生意可能是很小的 自己做蛋糕的 其實它沒有很大複雜 但它無論如何都要銷售 沒錯 即使它經常說 Facebook有落單 什麼的 但如果相對地 你可以簡化了 其實你生意會 多些之餘 你起碼時間 不用花太多下去處理這些東西 那就很好去想這件事 但當然了 我當然除了問你的business之外 當然很想知道 其實在這個政府上 沒有很大的support 因為以我所知 少少的 就有些科技券 公司如果你想科技化 政府也有support 但是有很多的東西 可能未必是想像中這麼簡單 以你所知的政府的support 是否只有這件事 還有那件事 是否可以幫到 或者你們專門做 就是IT的部分 可以更加多的客戶 是因為基於這個科技券 而幫助你的 其實科技券 我覺得就算是挺好的一個措施 因為說真的 它令到有不少的小公司 可能之前真的覺得budget所限 沒有考慮過 真的要添置這些功能 或是工具 多了人不去問 但我只可以說 要考慮過審批的過程 的繁複性 我見其實 因為它要持平 它亦都要有一個 叫做可能是公平一些的原則 就是它是 譬如它要那間新政的公司 它可能有幾個的報價表 是由不同的公司去拿 然後你可能要用一個 就是最流行的 政府架低者也可以 除非有一個豁免的 它說你有一個很強的理由 你可以說明 為什麼它不是最低的 你都選擇它 又或者你不需要四份 我只得一份 有什麼原因 你只找到一份 你都想選擇它 我見到有這樣的 正常消費的過程 沒錯 正常 還有審批 政府也要有一些委員會 去幫忙去看 你的審的過程 是可能要有時間的 但是對公司的營運來說 不少不少 當時間長了 你都明白 那些消費的消費 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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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單來說 這個科技券 最終是二十萬 大概要付三分二 即是三十萬的項目 要二十萬政府付出 十萬自己付出 我想時間大約 可能你分成半年至九個月 就是整件事 你知道前置時會電 當然了 整個過程當中 你看看是否值得 如果反正都是要做的 其實計劃也不會是一時三 在那個市場 都需要一點時間 但這個某程度上 政府少少推動 可以令到某些公司 裡面有少少誘因 沒錯 有人給你錢 即是科技化 就是多一點 會不會幫到你 這個行業裡面的朋友 我相信會的 這個其實 這個我覺得值得贊 真是起碼 剃到幾個不知道 要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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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 我只可以說 是需求大了 多了人會問 是基於很有這個科技卷 所以就會令到 你們IT的行業的朋友 是的 有更多生意做 沒錯 起碼我現在 因為其實就是 去年年代才退出 我只可以說 應該可能最快 都未審批到第一落 我相信 但是起碼就多了人 去用這件事 去approach 不同的一些軟件公司 去問 或者不只軟件公司 譬如可能是顧問 亦都有的 你可不可以 大約 因為你有些行業 如果一間公司裏面 我就想到 寫apps 寫program 這些都會幫到手 但會不會 還有些什麼 是include 都可以在這個科技卷裏 claim到錢 起碼你的思維 可以闊一些 我看它其實都算闊的 只要我認真地看過 那份東西 就是對你的業務 有幫助的任何系統 或者是顧問的 一些受聘的形式 總之幫到你 是關於IT事件的 其實已經可以了 我看到它也沒有限制好 你也挺不錯的 是不錯的 我感覺上是不錯的 我可不可以這樣說呢 譬如說我 除了寫program之外 我覺得我用Facebook 整個fan page 也不可以叫program 你可能找一個consultant 幫我寫得更漂亮 可能用不到20萬 可能用到很小的錢 但這個也是included 這件事 我相信 這件事 在邏輯上 沒錯 邏輯上 是否也是這樣叫做 是撥入去科的角度 最終是否只有 我真的要看那個 社會委員會怎樣看呢 我擔心它會把這些 是數據銷售的範疇 我不肯定 如果是IT 那當然最好 是 我都覺得是IT 都是電腦上 網絡上的東西 我就不敢 保證一定行 真的不知道 當然 因為始終是你們的行頭 當然是人民專家 你不明白 而且很實在的 對於很多的創業朋友來講 電子雙謀 或者譬如有一個平台 是很重要的 譬如剛才聽到 關於一個基金叫Bug BUD 都是在說香港內地 香港的朋友 你需要內地做生意的話 它是會有錢給你的 即是約50% 20萬或者50萬 它是說到 甚至乎你可能 可能你先當淘寶 我在淘寶上開一個購物 然後就要賣護膚品 不是護膚品 那些瓶 即是那些化妝品 是瓶 那些什麼產品 其實它的價錢 即是顧問 設定網站 或者可能你特地請人 是include在這個project裡面 都會包賣的 其實政府都有很多不同類型的資助貨 不同的界別 只不過是特別地 這個叫做科技 就是概念的部分去處理 當然了 細緻的沒辦法 大家都有興趣 上網再看到一點點 但起碼你在生意上 可以迎合這個世界的需要 因為我想某程度上 現在的生意 或者現在的行業 是很難去分辨的 以前就說 可能做training and training 做帳戶 或者做銀行 現在是 各樣都關科技的事 是 混合得很近 是沒辦法將它完全分開 譬如我教書的 無端端有少了IT的 待會有可能做醫藥的 又要加一些IT的 那我可不可以這樣說 反而是因為這樣的原因 你們是變成無孔不入了 即是有段階段沉靜了 但現在又上來 各樣都關你的事 其實一向 我都覺得這件事不變 性質是不變的 只不過是大家 它對這個投資 即是你說關於IT的事 但沒有IT 它仍然是在維新的 這個行業 一向都是這樣做的 即是有很多朋友 或者是對外 沒錯 自己做自己的事 沒錯 只可以說 它的competitive sorry competitive 是會不會變強了 可能因為它是IT 它會做那件事會容易了 比其他同業做得更好 不奇怪 因為這件事本來的性質就是 令你的business 是做得更有效率 更加容易做到一些 可能是analysis decision making 等等這些 即這個我只可以說是一個比較 譬如可能你銀行也是 即有很多配套 你現在試一下 沒有一個手機APP 可能你的銀行的e-banking服務 你都會相對少引用 即永遠都是一個標準化 即如果你當同業的競爭 你多了一些東西 哇 別人沒有 我會有的 那我就會做 我會先行一點 是不是 即是我只是說 那個競爭性是這樣 嗯 而且我覺得 即每一個行業 它有高有低 即可能如果某些行業 以前某些行業 可能現在少人做了 但會衍生一些新的東西 經常都說AI會最低 在這個世界上 有很多行業就會失去 但相對的就是 會衍生很多不同類型的IT 又或者是關於一些 人工智能等等相關的崗位出來 即可能新一輩的朋友 你們在讀書的時間裏面 或者在想這個將來的時間 就可能不只是這麼窄 即是IT 或者可能IT相關的東西會有關係 甚至乎讀完之後 你會發現 可能世界已經不同了 譬如剛入學 你知道剛入學時 剛入學時又出了結果 再入學的時間裏面 可能在四年之下 你的世界又不知道在做甚麼 當然 即是可以變得很重要 沒錯 但很實在的是 如果你一直保持著進步 又或者留意世界上的東西 會是怎樣 而且很重要的就是 起碼你很喜歡那件事 沒錯 因為很實在的 你做了十幾年 同一間公司都頂得順 加上你出來 都仍然選擇你的工作的話 就是你本身對這件事很有興趣 沒錯 很想研究 或者幫到其他類型的人 我想任何行業都是一樣的 最首先的 當然錢是需要的 即是 坦白說 很多老闆都是需要錢 但你發現現在很多人 出來創業 錢未必完全先行 因為新的Generation 可能自己都希望 那個個人價值 或者個人興趣 可以被發揮 很重要 但當然做生意是不可以 虧錢的 這個就是基本 你不要賺很多 有些人是賺到盡 是的 你不賺到盡 你可能有其他價值 那個價值也是錢 只是錢 不是你這些錢 可能是你自己的智慧 學識 相關等等的事情 都沒有所謂 總之要找得到 你自己想要的東西 而且很重要 要花點心思做 就像今天加班Eddie 很認真 希望你今年創立了公司 幫到不同類型的 中小企 美企 他們的生意更好 你的生意更好 勝利貴賢 謝謝 真的很重要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謝謝Eddie 可能我們分享一下 好 希望你生意興隆 謝謝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拜拜 拜拜